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因为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 就看见打的血流皮面 所以呢就有了一个触景生情的感受 咱们先看看我们选几张照片 这个是以色列士兵背后就是袈裟 你看再看下一张 这是平民 再看下一张孩子 这废墟 哎呦这是这个巴勒斯坦人这个抗议 这是扔石头吗 扔石块的 扔石块 那么在伦敦是扔鞋 这家扔了这么大堆鞋 就抗抗议 你知道我就看到之后 那天我在飞机上看着报纸啊 这个图像的感染力太强了 就甭管谁对谁错 我看着一爸爸抱着一小孩 我就这血这么流下来 他儿子 哎呀我当时就有一种强烈的就是讨厌以色列 你说就是就因为我什么都不知情 我说你怎么就是你是强吗 咱天生的觉得你那么强大 你把人家小孩平民打成这个样子 就觉得你这个忒饿了点吧 人都是同情弱者的 是啊 因为这个加沙的这个年轻人口占的比例很大 50%以上 他这个伊斯兰的这个生育率很高 他不许这个堕胎嘛 而且对不对 生还多 我觉得他就是从女孩9岁男孩12岁就成人了 就对宗教有义务了 然后我倒是觉得有意思 就这一次呢 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他这个比例啊 伤 比如说那边是五六百人 这边是四五 就是一比一百的这种伤亡率 这都不能叫战争 而且这个这四个伤亡率 一比一百的伤亡率 如果按照从哈马斯的角度计算的话 这样不是一比一百 是一比五百 因为以色列紧阵亡的四名士兵中有三名 是被以色列自己的炮弹杀死 还是这么回事 这是个误伤 所以如果你要认算的话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以色列确认的只有一名以色列士兵 是被哈马斯击兵 说是以色列这事也是蓄谋已久了 一直盯着 我觉得他们也挺牛的呀 这就一直盯着哈马斯的一些高级领导人 等于说他们的行踪 他们全在掌握 这个太正常了 因为其实我们看加沙觉得好像加沙是一个独大的地方 其实加沙这个 它的地理面积很好记 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 就这么大一点 北京是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城市 在我们看来北京并不很大 但是加沙只有三百多平方公里 咱可以看看那地图 咱们导演给你看看 就像这个左下角看 就在下面一点点 很小很小 那就加沙 所以这幅地图其实很说明问题 就是为什么以色列这个问题长期难解 我们来看最理想的状态是按戴维英协议来解决巴以冲突 但戴维英协议上巴勒斯坦是个什么样子呢 就是在它的顶部有一小块 约旦河西岸有一小块 加沙有一小块 你见过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分成三部分互不相连吗 这是三国革命 这是使我想起了我上大学那时候还很年轻的时候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巴勒斯坦的一个卫生 在北大的 他就讲说 说你们都认为签了协议 我们就有和平 但你看看我们的地图 你能把我们那个叫做一个国家吗 其实你从他的心里就分开 即使按照最理想的状态 巴勒斯坦人也是不满意的 他们不能接受一个所谓国际社会认为最理想的状态 何况这个状态今天还远远没有达到 按照今天的这个以色列给巴勒斯坦的自治区域 只占当时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那个理论上的领土的26% 他们是不会满意的 那么以色列就说 刚才文涛兄说的这个以大欺小 但如果你把以色列地图再放大一点 放大到中近东地图来看 那是谁以大欺小 我并不是说我同情以色列 但以色列的动机与他目前这种国土上没有任何安全纵深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安全焦虑感 对 以色列是不能打输任何一场战斗的 也不要说一场战争 如果输了呢 哈马斯只有土质的火箭 40公里的射程就够到以色列 以色列这个国家 我们看一下地图一面是大海 剩下所有的角度都是面向阿拉伯世界 打了四次战争 他一次都没有输过 但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他只要输一次不会有第二次 阿拉伯人可以输四次再来 以色列只要输一次永远 他没有腹地 他没有任何战略纵深 但是人家假想他有这个政治上的战略纵深 什么整个西方 感觉美国听说是打着 我还听说一传闻 说打之前跟小布什都打过电话 那意思美国是知道的 对 就星期五嘛 星期五的晚上他跟那个布什啊 布什跟他们几个中东国家的领导人都通过话 然后以色列媒体当时就就公布了说 布什已经同意了从陆上和海上对这个加沙地带进行进攻 但是巴勒斯坦那边呢 当然就是这个哈马斯也做了回应 说我有四个 他我觉得有一条回应是最典型 说你们来只有四种结果 第一是死 第二是残 做俘虏 对 第二是做俘虏 第三是残 第四是得抑郁症 对 就是 这不是嘴头痛快吗 不 就是他刚才说的这个一比一百的这个比例 或者刚才海力说的一比五百这个概念 就是其实阿拉伯人他就是靠人 人多 但是他那个人口生育率是非常高的 你看伊朗 对打过两一战争之后 原来四千多万 现在迅速的七千多万 就特别能生孩子 他这个人口的这个 你想想当年你比如说拉登 拉登二三十个孩子 这小布什卤了半天才俩女儿 为了恐怖事业后继有人得多生 克林顿才一个孩子 奥巴马现在占了也俩女儿 俩女儿还不是那个 就是男人在一般来说 在那个 咱们就说古典一点的说法 他是种 这一次以色列打死这个士兵 就是他叫格兰旅的第五侦察营的 这个二十二岁这个士兵 他有三个姐妹 他们家就他一个儿子 他妈妈好像还是个单亲 反正就是他没有父亲 就这么一个儿子 给打死了 要点不在于说 我们看这个谁对谁错 而且你要 就是我们要看 他做的这件事情 他有他自己的心理因素 他有他很 别人不能理解的这种 安全上的这种焦虑感 第一 他的敌人其实远比他强大很多 因为从人数上 从国力上说 整个阿拉伯世界加起来的物质力量 要比以色列强大很多倍 可恶是我怎么觉得 以前历次中东战争的 都不是以色列战争疯吗 所以以色列为什么能够打赢 他靠的是他的人才优势 还有一点就是 以色列和美国的特殊关系 因为没有美国的支持 以色列是不可能想 就是以色列是不可想象 能在这个地方生存六十年了 这是不现实的 但以色列之所以能得到美国的支持 那么一方面有美国的中东战力的因素 还有一点就是 也是因为以色列人的问题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犹太越外活动集团 在美国的影响力有多大 这跟他的人力优势 就是以色列实际上 就是以质量弥补数量 因为他的数量 他永远不可能去跟 阿拉伯人去相提兵 这是不现实的 所以后来我就看看材料 我才说呢 这也不能随便瞎同情 因为这个事情啊 好像觉得太复杂了 就比如说 说哈马斯整天往那边打火箭弹 这就怎么回事 而且我就发现呢 我对这个中东 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块的这个局势 不关心已经久已 我上一个时间点 是知道阿拉伯特死了 从那之后 发生了些什么变化 这个法塔赫哪去了 现在哈马斯 法塔赫在约旦河西 对 他实际上就是从中国人的理解 很多人同情这个巴勒斯坦人 包括这个哈马斯 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渊源的东西 因为我还是说那个东西 就是中国人实际上也是一个 就是后发的国家 就阿拉伯的这个民族 他怎么走向现代化 比如说他有外部这么复杂的 就是以色列啊 包括石油 美国人又弄他打他 他是走传统的保守型的现代化道路 那么也就是说上层不去这个被端下来 不是用革命啊 不是激进式的 那么上层妥协不腐败 然后咱们一块迈入现代化工业化 那么你像原来的萨达姆士走的这个 他把那些领主啊长老就基本销完了 对 但是外边还垫着他石油 最后还得弄他 那他只能走一种激进式的现代化路 激进式的现代化路 他本身就积极 那你再加上外界给他这种孤立 你像哈马斯 其实他比如说他做那些慈善的事业 他建学校建医院什么的 他就是跟那个大众那个打成一片 最后他被选上去了嘛 那么被选上去之后 他走这个激进的路的时候 他就越来越激进 他被孤立啊被封锁 他就打火箭啊这样 所以他有两面性 就是说阿拉伯国家到底怎么走向现代化 我觉得这个是个大问题 就是他只不过体现在这 体现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战争上面来了 你看这一次实际上阿拉伯兄弟把 把哈马斯全出卖了 你像他的邻居埃及 人家那个穆巴拉克早就知道以色列要打 而以色列告诉他了 我要打 埃及不管 对吧 包括沙特 是吧 因为沙特和埃及 他都处在一个传统的政权结构 哈马斯的意识形态 其实这些世俗化程度比较深 或者说 就是一方面是世俗化程度比较深的 像埃及 像这种 就是说比较 相对来说跟西方关系较好的国家 一种就是世俗化程度虽然很浅 但是他与西方的关系非常密切 就是沙特 像这样的国家 其实对哈马斯的意识形态是很不认同的 这是一个草根崛起的这么一个 就是说就在这个加沙城内非常受欢迎的 这么一个草根集团 和这个相对来说是 不管是世俗贵族还是宗教贵族 还是这个传统的政治豪门 他们来把持的国家之间 在这种现代化问题上 他们是有很深的冲突的 你很难让这些国家下定决心说 像六五战争一样 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就是对抗以色列 他们还要考虑他们自己的问题 那哈马斯为什么那么强硬啊 我听着这意思 他跟以色列的要打 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也不是 因为实际上就是说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在我们来谈论哈马斯的时候 在以色列来谈论哈马斯的时候 还有在加沙的人来谈论哈马斯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色列眼里的哈马斯就是恐怖组织 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他们看来那就是恐怖组织 但在加沙 你问问加沙的老百姓 他们认不认为哈马斯是恐怖组织 对那就是恩人 有一点 在任何一个涉及到暴力的这样一个国际政治事务中都有一点 就是说一个人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的自由战士 没有任何一个恐怖组织在世界内是普遍受到谴责的 包括基地组织 是吗 对我们就可以回想起来 巴基斯坦就是在巴基斯坦穆沙拉夫总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你要想象一下如果他不选总统 让本拉登和小布什到巴基斯坦来选总统 谁赢谁输那是不一定的 当然了穆沙拉夫说的是很客气的 但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前提不用设想 其实是复杂 咱们续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小军兄从军事研究的这个角度 以色列这次行动牛吗 应该说比那个两年多前 他跟黎巴顿郑主长那次从面子上来说 他是输了 很丢人 对吧 这一次他算得很细 而且就等于说是 把那个那个安全的那个那个铠甲穿得很厚 你比如说 他怎么避免他的士兵 对对 你看他这一次进去的坦克 进去的是那个梅卡瓦寺 梅卡瓦寺 就是最先进的 他的甲板底下 他是空的 有冲气 就是你有地雷啊 炸不死人 对吧 然后他直升机过去 虽然哈瓦寺未必有防空弹 但是他就不断的 你看那个电视上 扔那些红外诱饵 就怕那个跟着红外走的那个导弹 他就打着直升机 因为一旦打下来 这个三架马车 咱们说的这个利夫尼啊 奥尔摩特和这个巴拉克 这个前进党的 因为下个月他们大选 这三架马车面子就完了 以色列不但要打垮哈马斯 至少说是要解除哈马斯的这个 以色列给你打电话 你要你要 这个地方我们说要剪掉一下 我忘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您接着聊 他这个情报机构来的人 这电话比较繁忙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忘了 我忘了 我忘了手机 就是说以色列不但要在战场上摧毁哈马斯的抵抗 至少要限制哈马斯向以色列领土再发射到火箭弹的能力 那么很多人以色列一定要打一场电视直播的广告战 广告战 对以色列要在这一次战争中恢复阿拉伯地区对以色列军事威力的这种谜写 因为上一次 就为什么哈马斯在过去的半年里面 就是敢于向以色列挑战 就是很大程度上与以色列在黎巴嫩做的很不漂亮有关 以色列的形象 因为现在 现在已经不可设想阿拉伯国家再组成联军跟以色列打大规模战争 这种情况已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以色列要在巴勒斯坦地区维持自己的这个能力 它其实是需要一种广告效应的 就是说他要维持一种不可触动的形象 那么这一次战争中他就必须做到 我不但要打垮你 要给你一重大杀伤 同时我还能要做到自己要做到零伤亡 这东西就是扬刀立威 对对就是这样 这我有时候想啊 你像这个哈马斯 我就记得前些年那个亚新 对 不就是上车的时候 直升飞机一个导弹 我就觉得你说哈马斯这些高级领导人 他整天自己可也是朝不保夕啊 要是准确性这么高的话 说弄死你就能弄死你 他就是靠这个 就是前面说了 他是靠这样的把矛盾外引 或者说靠一种激进式的方式 来凝聚民众实现现代化的路 因为他认为实现保守型的这个现代化 比如说像这个法塔赫啊 阿拉法特圣下这些官员 达赫兰这些人 他们认为他们很腐败 确实也有腐败的问题 有这个问题 对 也不接触底层民众 而且法塔赫并不是从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内产生的 对 他是通尼斯帮 通尼斯过来的这一批人 这一批人呢 以色列给了他们土地 土地换和平 他们迅速就腐败了 过上层日子了 而这些人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也很连结 但是他的特点就是 在极度的压力下 他比较极端 比较除上武力 我们从一个角度上去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在我们看来死亡都是很可怕的 但是在一个160万绝望的人口生活的地方 死亡并不可怕 他有比死亡更可怕的 他好像还写过一个什么博文 叫什么来着 那是其实是以色列的一个作家写的 那个书的名字叫死亡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死亡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回头想一想 这个加沙的一个地方 整个巴勒斯坦的地方 在古代叫做迦南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很有趣 迦南的最早的先民 我们从任何一个民族上讲 迦南人最早的先民是什么 迦南人 迦南人在哪里 他们都死光了 被什么人杀光了 被希伯来人杀光了 希伯来人不是巴勒斯坦 就是以色列人不是巴勒斯坦 土地的最早的主人 阿拉伯人也不是 这个土地上在过去的 因为我在圣经里不是说过吗 那么上帝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 应许了希伯来人以加南 就是应许加南 那么在两回以后 拍电影就拍了两集了 那么在民数记里面 犹太 这个希伯来人果然到了加南 留着奶和蜜的地方 但是他们到那去做了什么 就变成了留着鲜血的地方 因为他要先把加南人赶走 如果你去读圣经 就会发现那一段历史中 犹太人的做法 是非常不给原住民留情面的 他不是一次消灭你 他要一点一点的去磨掉你 因为如果把所有的人杀光 你又不在农业社会中 你又不投入生产 你很快土地就荒谷了 他要让你 就是说他要一步一步的占领你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农业台说的 那么留着奶和蜜的地方 变成了留着鲜血的地方 这个延续到现在 就这么一点土地 有这么多人要生活在这里 所以说生多就少 对错 这个很难说 但你讲这个历史 我倒是最近 我还接触一些 同情的暗地里 同情巴勒斯坦的朋友 也是特殊的机缘 我在他们那儿 听到一种历史学 他们讲 就是说 关于东方 什么叫东方 就是照他们的观点 我不知道对不对 从京东开始 他们甚至说 从1492年 你记得当时在西班牙 有一个格林纳达事件 对 在此之前 那西班牙那块 都是伊斯兰的天下 对吧 但是格林纳达事件 就是屠杀 屠杀完了之后 他那意思就是什么 把整个巴勒斯坦这边 化成整个东方的边界 就是从当年 新军开始 他一直就是 东方和西方的桥头堡 交接线 所以为什么战火不断 甚至这种极端的观点 就认为 说为什么真正的东方安全 包括中国文明 就安全 你们得想到 他是阿拉伯人的屏障 抵御了西方的 这个从精神文化宗教 各方面的入侵 不过这个反过来讲 说这个就是这一点 也说到了东西方的 一个所谓地理分界 到底是从哪开始的问题 实际上 伊斯兰教 犹太教和基督教 他们是同源的 他们都是伊神教的 这个分排 而西方宗教 是典型的 按照 就是自希腊罗马的 十二奥里比斯教之后 是按照伊神教的源流 发展到现在的 所以这就很有趣 伊斯兰教的十三个先知 这个十二个先知当中 是包括基督教的先知 就是包括耶稣的 在古兰经里叫尔萨 他们是承认 这种文化的同源性的 而真的东方 所谓我们概念中的东方 是多神教源流下 印度教佛教 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你要从这个概念上 来划分线的话 那这个线就不是 从中进东划起了 可是对于阿拉伯人来说 他认为他是东西方的 就是说基督教世界和阿拉伯 就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冲突 而犹太人 他们认为是基督教 故意安排的这个地方 他的历史 就是其实对现状的 这个判断的对错 完全在于你对历史的认识 是 我听到那种观点的感觉 要不是这伊斯兰阿拉伯人 这么多年一直在那死扛着 西方势力早就 几百年前就把中国都涂炭了 俄罗斯的 就是相应来说 有另外一种说法 就反向的 俄罗斯史学中的一个 经常这个 长胜不衰的观点 就是俄罗斯替西方世界 抵御了东方的入侵 如果没有俄罗斯 蒙古的军队就不是 打到匈牙利就腿瘦了 两次 对 所以实际上是每一个处于中途前线的民族 都会有这个想法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个就是实际上 大家看到现在这样一种状况 这是人类社会当中 可以说是最 最深重的一种仇恨 产生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不断的带出来的这样的一种 包括你说这种照片 通过传媒带出来这种照片 其实以色列前几次最后都是赢 战争上赢了 最后它输在这个人道主义危机上了 比如现在说的 就是白鳞炸弹 就是燃烧弹 把人烧的这个特别恐怖 或者包括贫油弹 就是这个带这个油 就是可以治人癌症的这种 有放学性的 对 穿甲 它由于它那个头特别密度高 它能穿的 比如说它这次用的在这个菲拉德的隧道 用的这个叫做地宝杀手 五千磅 钻地炸弹 对 钻地炸弹 它能穿透六米厚的这个混凝土 它就那个头是这个贫油 贫油它能钻得很非常深 这样但是流下来的这种战争后遗症 包括子母弹 就是最后由于人道主义的原因 把这个以色列最后把它定在那了 还有82年的那个大屠杀 最后你赢了 最后你也得撤 最后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循环 这就是一个事物都是两面的 因为美国人在2003年打伊拉克也是一样 在宣传上很成功 这是一个镜头直播的战争 确实很炫耀无力 但是镜头直播就有一个问题 你美国人或者是以色列人并不控制所有的镜头 那么总会拍到一些你不愿意让人看到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一旦通过电视传媒 特别是通过互联网 传播到全世界以后 你所承受的这个国际压力 是82年以前不可想象的 对我就体会到了这人哪 多少懂是有点良心的 看见甭管是谁的孩子 以色列还把炸成那样 你怎么着都不能认为这事是对的吧 是吧 对 咱们吃一样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这次哈马斯的和以色列的这个冲突啊 从一个长尺度来看 还是这个阿拉伯国家他怎么解决他走向现代化的问题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差一段 我不跟你说这个他走向现代化这就不打了吗 不 他早晚要经过修正 当然对方以色列也是要修正的 那么就是说他不那么极端 但是他坚持走他底层的这样一个路线 来来这个完成他整个国家的这个整合 当然这还得要周围的 比如说沙特阿拉伯的整个的政治体制走向现代化 包括是埃及的啊 这些东西 最后阿拉伯国家整体的走向理性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在这个阿拉伯地区的这种私利 因为他在这里边有很大的私心 他这种裁判变成了一个黑哨 对吧 他这个黑哨的这个有这个超越历史的眼光 就是说奥巴马会不会有啊 他最近啊 他那个后父亲也是一个伊斯兰教 就是他会不会有 就是这个过程 你呢 我的看法比较悲观一点 我认为这世界上有两个地方的问题是 包括我有生之年不会解决的 一个是巴以的冲突 一个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克什米尔冲 我现在走着了 我 你 到